BIG BANG 隊長權之龍 被人村警察廳在今日正式已涉嫌違反毒品管理法立案調查 警方表示正在調查的案件不能公開具體內容 據航媒報導 警方上月到某色情場所拘捕幾名有案底的毒犯 透過被捕人士的手機通訊和帳戶交易紀錄 發現他們和上樓寄身族男性李善君之間有緊密來往後展開調查 另外航媒報導指李善君是該店常客 並指該店並不是招待所有人 尤其是VIP室的貴賓 而這個案件總共有五個人被調查 包括韓國知名富三代 有人猜猜因此牽連G-Jagon